本土疫情持续攀高 大部分都是轻症的感染者 卫福部国家中医药研究所证实 清冠1号可以缓解新冠肺炎不舒服的症状 并减少重症和后遗症发生 目前清冠1号从实验上看来 是可以当作新冠确诊者的一些用药 那可以减缓那个病毒的复制 清冠1号的药材主要是针对肺部做治疗 对轻症感染者的发烧发炎等等不舒服的状况 效果是相当不错 清冠1号里面的组成 主要是有黄芹、鱼芯草、瓜蕉石、北板南根 经界薄荷、后破、桑叶、防风、制干草 让体内的这种发炎反应 让它快速降下来 因为还有很多小朋友没有注射疫苗 有家长想要让小孩提早使用清冠1号来预防新冠肺炎 医师建议无论是一般民众还是儿童都需要经过专业的中医师评估后 依照体重及身体状况调整药剂 提前吃的预防的话有些人适合 但是如果说脾胃比较虚寒的 平常容易腹泻的人 他可能在这方面就没那么适合 依照个人的体质 然后让中医师去判断说 它到底适合哪方面的防护的药 因为有的药是比较偏苦寒 有的药比较稍微微凉 有的是比较稍微心热一点 就是适合各种方面的体质的人 竹山秀传医院中医部主任杨卉胜也提醒民众 每一个人的体质都不一样 若是要服用相关药物 一定要请专业的医师来做判断 千万不要自己抓药 甚至是在网络上购买 才不会危害到身体健康 记者徐明玉南投线才有的报道 谢谢大家